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溥仪为中心 紫禁城中的人便关起门来 过起了自己的小朝廷生活 溥仪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溥仪在紫禁城过了十六年的生活 锦衣玉石虽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却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 他有英文老师 可以摆弄相机 系自行车 施西餐 把太监工女士团的团团转 整日把玩宫里的珍宝 他养了很多宠物 就连区区都玩得不易乐乎 以至于龙玉太后最后说他玩目丧志 还把他的鹅娘叫到宫里训斥了一顿 而他的鹅娘想不开回家敬仗掉自杀 这件事让溥仪收敛了很多 也不再体罚宫女太监了 这样的日子过到十九岁的时候 因为军阀冯玉祥的驱赶戛然而止 之后溥仪到千金居住 到东北当为满洲皇帝 日本投降后又到苏联 之后在东北俯顺度过十年战犯改造生活 终于在1959年的时候被特舍 恢复了自由 和他颠沛流离的前半生做了告别 当溥仪重回北京时 从小生活的故宫早已变成那需要收门票的国家景点 之后他也曾经回过故宫一次 走到了自己曾经居住的宫殿时 心里顿时思绪万千 感慨着物是人非 猛然间好像想到了什么 之后偏偏走到大殿正中 在一个椅子的夹缝中摸索 过了一段时间 掏出一个东西 是医的小瓷管 这是他小时候曾经装区区用的那个瓷管 溥仪万万没想到 时隔多年再次重回宫竟然还能找到这个东西 返回搜狗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